将话有四名少女惨遭狠心的坏姑姑推入火坑 他们的姑姑就找来了同村男子当起车夫 负责来接送少女 然后用宅配的方式就在村里卖淫 年纪最小的被害人才十岁 这个嫌犯最后已经遭到收押 四名被姑姑推入火坑卖淫的少女 生长环境是纯朴的乡下 但处境却很悲惨 他们年纪最大只有十五岁 最小十岁 事情爆发后村民也很气愤 四名少女平常是由一名中年男子 接送在村内蔓淫 社会处是接获医院通报 说有名十五岁少女疑似遭性侵怀孕 追查才知道事情不单纯 大女儿因为有慰问怀孕要隐藏 那医院通报我们去做调查方式 都是他们姑姑做媒介 那对象她都是乡里的五六十岁的一些乡人 这名狠仙的姑姑目前已经被收押 而四名少女也被紧急安置到少府机构 你猜 你猜 我猜 是 你猜